严谨空抬物价 全力保障供领 我带你们看看现在海鲜皮花市场的海鲜价格 现在这个帝王蟹怎么卖啊 180 老板 这个竹车怎么卖啊 68 这一只差不多多大啊 有没有一两个没有啊 这个花螺呢 老板 你们这竹车怎么卖啊 跟六十五块 这个多少年二十八 哦 小一点的二十八啊 这种是红口螺吧 大口螺啊 这多少钱啊 这二龙啊 别人买的了 这多少钱一斤啊 三百一斤 这个火炉到底啊 也是三百啊 把这些呢 六百多的 这个竹车怎么卖啊 你便宜点便宜 我多买一点 便宜点 我多买一点嘛 我算两块钱而已 啊 两块钱 两块钱要六十三啊 六十万 六十我多买点啊 这个会强的啊 要活的啊 不活不有钱的吧 这个直接拿过去就可以是不用养了啊 他没有沙子啊 没有 这个东西比鲍鱼还贵啊 两斤就够了 这个水太多了 水要利液 水都好 水都半斤啊 一点点到一瓦身对 嗯 是啊 一点钟啊 水都是活的 是啊 你也知道 死了就没有水的 好是吧 拍吧 我用到你的 是吧 拍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文哥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今天又去海鲜屁卧市场 溜了一千 然后买了一点超大的竹鱼 这王牙还挺贵的 就这么一点点花了我一百七十四块钱 这东西谁养的好回好重 不过这种竹鱼非常的鲜 煮出来的汤特别的甜 当然价格比普通的那种鱼子也会贵好几倍 比鲍鱼还贵 不过这种鱼子真的好大 又粗又长 而且摸起来又嫩又滑 手感特别的好 一直给它按摩 估计会变得越来越硬 而且头部这里特别的敏感 一碰它就缩回去了 尾部这里还有两个孔 而且这两个孔特别的有意思 你看这鱼子什么操作 还会自己跑下来 这也太有意思了吧 来 给大家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 这个鱼子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鱼子的内脏给处理一下 现在又给它这样子 开上去 剪刀剪上去 好 这个就是它内脏 把它挖掉就可以了 但是这一条透明的 跟米粉一样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见 这一条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然后再给它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竹鱼啊 非常干净啊 里面都没有那种黑黑的膜啊 这个竹鱼处理完 肉就变得非常硬 跟鲍鱼一样 在盘子底下铺一层泡好的你们 接着把这个鱼铺在你们身上 等下这个汁流下去以后 你们就变得特别的鲜甜 今天这个鱼非常的漂亮 又大又干净 看起来就特别的好吃 现在要铺上我独家秘制的蒜笼酱 如果还有不懂做蒜笼酱的时候 记得留言给我 这个蒜笼酱真的太香了 可以了 好香啊 水开上锅针10到15分钟 哇 一大锅满满的 流了15分钟的口水 终于可以出锅了 太香了 撒上葱花 淋上热油 哇 香味扑鼻啊 有没有拿一个 你们觉得有没有食欲 我还真眼泪都从嘴角流下来了 来粉丝先吃 哇 它这个肉吃起来很有韧性 很香 非常的鲜 好吃 哇 像 aber Guillermo 里面 真香 哇 里面 哇 好有肉啊 哇 这个吃得根本听不下来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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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想象的自己在海边 吃着海鲜喝着椰汁 very very good 这个粉丝吸收了这个俗称的鲜味 又拌着这个蒜头的香味 非常的nice 来 我们酥一口 完美 哇 吃的好沉啊 今天这174块钱花得太值了 OK 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关注 支持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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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